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多媒体新闻,今天是6月16号。 加拿大亚裔歧视严重,亚裔连给孩子找托儿所都有困难。 一位亚裔妈妈甚至收到一家日托中心的回复称,对不起,我不收中国人。 安省今年新增确诊384例,多伦多54例,皮尔区60例。 加拿大亚裔歧视严重,连给孩子找托儿所都有困难。 据温哥华当地的媒体报道,一位亚裔妈妈表示,特别是温哥华歧视严重,可以选择的托儿所很少,因为去哪里申请都要排队,而且困难重重。 她尝试了各种门路无果后,听从朋友的建议,在一个大型的分类广告网站上面找保姆。 她最终看上了一条广告,是一家无牌照的日托中心。 她和那家日托中心通过邮件沟通。 据她描述,那家机构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并没有恶意,比如孩子多大了,每天几点把孩子送过来等等。 但是她突然收到对方的回复称,对不起,我不收中国人。 她推测,那家机构通过名字或者是照片发现了她是亚裔。 她还尝试联系了BC省的儿童保育部,但尚未得到回应。 一项研究发现,由于经济的边缘化和不平等,原住民和少数族一老年群体的退休收入明显低于白人老年群体。 这份名为有色代码的退休生活调研报告发现,占老年人口85%的白人老人,绝大多数老人年收入为42,800元,而占老年人口14.8%的原住民和少数族一老年人口,平均年收入分别为32,200元和29,200元。 按照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基于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标准,13.7%的白人老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比例在原住民和少数族一老年人口中分别为21.5%和19.8%。 研究报告联合作者,原住民研究机构,执行编辑King表示,经济上的被边缘化和不平等是导致原住民和少数族一老年群体退休生活缺乏安全保障的根本原因。 白人老年群体中,三分之一老人有CPP,OAS,JIS等公共退休金,三分之一老人有个人的退休储席计划,另外三分之一老人有各种雇佣和投资收入。 反观原住民和少数族一老年群体,有公共退休金的老人占比分别为47%和40%,由此可见,这两类老人有更多的人依靠政府的退休金生活。 研究还发现,家国出生的华裔老人和南亚裔老人中分别有3%和1%老人的退休收入高于同族的移民背景老人,而在黑人老人中, 移民还是家国出生的背景,不存在这个收入差距。 研究又发现,所有族一的老年女性与老年男性存在收入代沟,老年女性平均年收入25000元,男性33900元,其中白人老年女性收入比其他族一老年女性高出26%,男性高出36%。 本周末父亲节安省推出免费钓鱼活动,安省家庭在19、20日两天无需购买钓鱼牌照,可以在省内任何公园、湖泊、河流从事钓鱼娱乐。 安省资源和林业厅厅长耶卡布斯基说, 不管你是初次接触钓鱼活动,还是钓鱼爱好者,本周末父亲节两天,你可以和你的家庭成员一起,免费享受钓鱼带来的快乐。 我鼓励省民积极参加这项户外活动,欣赏安省美丽的山川河流,放松心情,锻炼身体,同时注意安全。 耶卡布斯基还表示,虽然这两天钓鱼无需持有钓鱼牌照,但是大家仍需遵守安省钓鱼的有关规定,包括钓鱼鱼种数量的限制,以及所在地的钓鱼规定等。 同时,钓鱼过程中勿忘遵守安省重开经济计划第一阶段的防疫规定,户外人员聚集不超过10人,做好个人防疫等。 随着第三波新冠疫情,开始在家国各地消退,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的专科医生们担心,他们将没有能力帮助每一位癌症患者。 因为这些患者遭受了疫情的严重影响,要么没有被确诊,要么确诊过晚。 多伦多新宁医院的外科肿瘤专家艾斯坎德指出,需要对管理患者护理的方式做出改变,从外增加医院的容量来接收更多的患者, 其中包括延长手术室的开放时间,以及继续采取医护人员走动员的方式。 安省医学会上周指出,因疫情而导致手术、诊断检查、删查和其他医疗程序积压的个案约有1590万宗。 坎斯坎德指出,一旦疫情的缓解能释放更多的资源,工作将不仅是清理现实的手术疾压个案,而且是确认那些尚未确诊的患者, 因为他们尚未接受过电脑断层扫描检查、超声波、结肠净检查、乳癌检查和子宫颈抹片检查。 他还就如何提高癌症治疗中心的工作效率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一就是在主要的癌症治疗中心以外的地方设立地点, 让患者就近接受后续的治疗,从而释放癌症治疗中心的容量,以便接受更多的患者。 其二是集中接受患者的转介,然后将患者指派给那些仍有空间接受新患者的专科医生。 东仁多市府已经开工,在释迦堡悬崖附近的一处公园, Scarborough Heights,信件山栏,阻挡人们从那里爬下悬崖。 不过,区内议员克劳德现已暂停该工程,将从官员处了解更多情况,通报社区。 他于星期二举行的一次网上会议上,向居民就工程展开之前为进行社区咨询道歉。 市府称已经规划在该公园的两处地方建立约500米的山栏,目的是防止人们的冒险行动。 市府官员称,从2016年1月到2021年6月,在释迦堡悬崖附近的三个公园内, 总共接到77通要求服务的电话。 其中27通电话是要求解救冒险者,总共解救了40人。 不过,其中的只有三通求救电话来自这个斯卡布洛夫海茨公园。 感谢大家记者! 摇治療位置入口